一般的古墓都是一家一户 但这座古墓就和其他的不一样 里面竟然埋藏了47区棺材 其中46区棺材内都是15至26岁的妙龄少女 这些女子身上的衣服至今保留着鲜艳的颜色 并且遗体的身上竟然长出了绿色的结晶体 那么这座古墓中会出现马王堆女尸那样的奇迹吗 而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 那些绿色的晶体又代表了什么呢 近来的朋友点点关注 2006年江西静安县的一个小村庄 突然出来了一大批陌生人 村民们在山上的一个小土丘发现了一个稻洞 考古专家们接到消息立马带着设备赶来 出现稻洞的小土丘在当地叫做斋饭岗 专家们推断这个斋饭岗很可能就是古墓的封土层 村民听说后吓得浑身冒冷汗 之前不少村民在这片小土丘上带着自家孩子放风 合着这是在人家坟头上蹦泥呀 这座土丘高达十二三米 如果真的是墓葬 那么盗墓贼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然后专家们又在盗墓口 发现了纺织品残片以及青膏泥 于是专家们断定 这座土丘下面一定埋藏着一座古墓 那盗墓贼的鼻子怎么就这么灵呢 不管啥墓都能让他们给找到 专家们在洞口瞅了瞅 感觉古墓应该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 但光在外边瞅也看不出花来 于是专家们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 回回都是抢救性发掘 咱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敢在盗墓贼之前发现一个 随后专家们开始进行发掘 专家们的猜想是正确的 这座古墓确实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 或许是盗墓贼放置的蜡烛熄灭了 灯灭不摸金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这条规矩还是有很多人遵守的 毕竟谁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但专家们可不是一般人 什么灯灭灯亮的直接把底儿给你掀开了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 整缩木的模样完全出现在众人眼前 当墓穴完全出现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只剩长方形的墓穴中摆放着密密麻麻的棺材 本来在刚挖到第一口棺材的时候 专家们还纳闷 这次的发学行动这么简单 以为今天能早点收工 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 但后续的47具棺材的出现 惊呆了众人 这种墓葬就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考古专家都没见过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些棺材里躺的都是什么人 他们之间有什么奇妙的关系吗 这些棺材长得基本一样 专家们推测 他们或许是陪葬者 但古代的陪葬者因为地位低下 所以都是没有棺材的 只能与黄土陪伴 另外 墓葬中只有主人的配偶 才可以和墓主人躺在一起 难不成 这座古墓的主人 娶了47个老婆 想想也不太可能 47个媳妇 一天一换都换不及 随着后续的清理 专家们又找到了十几件陪葬品 其中还包括了一些瓷器 从这些瓷器制作工艺来看 专家们判断 这座古墓应该是春秋中晚期的 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 2000多年前 清安确实存在一个诸侯国 叫徐国 徐国是个大型的诸侯国 但在当时诸侯混战的时候 徐国被楚国和吴国不断侵蚀 最终在公元前512年 被吴国消灭 所以 这座古墓的主人 很可能是徐国人 整颗墓室呈长方形 长14.5米 宽11米 在继续发掘的过程中 火眼轻轻的专家 又在牧师的东南角 发现了一具特别的棺材 透过厚厚的污泥 还可以看到棺材露出的金色 专家小心翼地取着 发现 这是一块金箔 这个金箔直径有30多厘米 比人的脑袋都大 要是拿到现在 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呢 在古代 这个金箔代表的是一个家族的族徽 而棺材上能贴这么一块金箔的人 身份肯定不一般 虽然棺材已经腐朽 但保存的还算完整 而且 这一具棺木 不是直接放在地面上的 还有专门的墓穴和棺床 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 既然这一具棺材是有身份的人 那么 其他的棺材就是陪葬者 一般来说 牧主人的棺材都放在中间 四周才是陪葬者 但为什么 这一具棺材的位置 却安放的如此偏远呢 就跟坐在最后一排 最小落的观众似的 难道还有什么讲究不成 但这牧主人的陪葬品也太苛诚了 出土的门物仅有六百多件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丝织品和纺织工具 这喜欢纺织都喜欢到啥程度了 还想着到地府继续纺织 为了解开疑惑 专家们决定 打开持续特别的棺材 整棺材重达一吨 最终还是安排上了起重机 估计牧主人也想不到 千年之后会被一群不是强盗 却胜似强盗的人给挖出来 等到棺材板打开后 专家们才知道 这为什么这么重呢 因为棺材中装满了淤泥 专家们一点点的将淤泥清理干净 好家伙 比脸还干净 这棺材中没有陪葬品先不说 牧主人的遗骸是一块都没发现 估计我的裤兜都没这么干净 难道古墓草在之前就被倒干净了 后来专家们在棺材上发现了两个洞 这两个洞一看就不是自然腐烂 而且是人为挖出来的 但是盗墓杰都挖到这了 为什么不干脆全倒干净 而是知道了这一具最靠边的棺材呢 这不符合盗墓杰的风格 另外主棺的旁边明显还有一个空位 而在这个位置并没有放置棺材 那么这个位置又是属于谁的呢 既然主棺啥都没有 专家们只好继续打开其他棺材 毕竟这47具棺材可不是假的 总不能点背到一具棺材内都没有线索吧 最终专家们在一具编号为G33的棺材中 找到了一具骨骸 经过检测 专家们发现 这具骨骸竟然是一个20岁的花季少女 之后其他的棺材也全被打开 47具棺材中只发现了22个骨骸 最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骨骸竟然全都是15到20岁的妙龄少女 年纪最小的居然只有13岁 估计这些人应该都是牧主人的小老婆 这牧主人也是禽兽 13岁的小孩子都不放过 那么牧主人究竟是谁呢 为什么这些少女在最美好的年华离起死亡呢 在接下来的清理过程中 专家们发现 在出现古骸棺材里都有同样的香瓜籽 这些香瓜籽只有上百棵之多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些少女一定在临死前吃了同一批香瓜 并且在香瓜籽还没来得及消化就去世了 好在古代可没有现在那么好的技术 种植反季节水果 这就说明这些人是在夏天死亡的 并且还是同一时间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让这么多人同时死亡 其中编号为G25的骨骸保存最为完整 而且姿势特别诡异 还挺像我们平时睡觉时的样子 就像这位少女在棺材中很舒服地睡着了 这一看就不是正常死亡 如果在进入棺材前还未死去 那么肯定会有挣扎的痕迹 但是棺木很显然没有 这就说明牧主人的姿势是被刻意摆放出来的 另外木屑不是仓促挖出来的 牧师的墙壁挖得十分整齐 棺材也是由整个木头从中间劈开做的 说明这46名少女的集体殉葬 很可能是经过特意准备的 但之后 专家们又发现了一件更为诡异的事情 在其中的十一具骨骸上 都发现了绿色的结晶体 长得和新兰花差不多 尤其是膝盖和颅骨处出现的更多 一开始专家们还觉得是墓中的陪葬品 想着开了这么多棺材 终于见到宝贝了 但就算有人想要拿出来时发现 这些绿色的结晶体 竟然跟骨骼长在了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场景 看得专家们心里直发出 挖了大半辈子的木 还真没见过 骨头上长绿色晶体的 难道是木主人用这些少女 修炼什么成仙之道 只不过还没等修炼成仙 就被专家们给截胡了 现场的人碰都不敢碰 就怕碰了之后往自己身上掌 成不成的了 神仙不知道 但阳王说不准 就在地府等着 专家们怀疑 这些人 是不是生前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 在临死前 一群少女在聚餐 没想到 吃了含着剧毒的香瓜 结果 集体嗝屁了 然后又被集体下丧了 在地下的两千多年 骨骼和某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才产生了绿色的结晶体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但导致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专家们查阅史料判断 这座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是徐国国君 随后专家们又对22具骨骼进行清葬 发现 这些骨骼都是用草稀裹起来安葬的 说明这些女子的身份并不高 但他们身上 却穿着华丽的外衣 衣服上还有朱砂纹 在古代 朱砂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使用 既然身份高贵 那么为什么下葬时 只有一张草席呢 而且 这些衣物经历两千多年的时光 依然雍容华贵 颜色鲜艳 而之前主棺旁的空地 专家判断 很可能是墓主人给自己老婆留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老婆并没有和自己一起安葬 专家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专家们想不明白 不代表网友们也想不明白 这时候 居然通过直言片语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历史 当说起的徐国国君爱好美人 一连娶了46个小妾 这46个小妾一天宠幸一个 那也得一个多月 年老朱黄的大老婆自然就被冷落 大老婆十天半个月的见不到夫君 自然由爱生恨 于是 一气之下 将夫君和46个小妾全部堵死 所以说呀 这能不惹女人生气就别惹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 有些时候 吃瓜群众的想象力 专家们都自愧不如 但也说不准这就是历史呢 至于真正的历史 那么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